大家好,音樂讀書會今次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這本書《樂讀普希金》 作者就是大家都熟悉的焦元普先生 其實這本書與香港也挺有淵源 因為焦元普近年經常在不同地區有些音樂講座 其中一個很受歡迎的系列就是音樂與文學 他也受過香港大學的邀請來香港講幾個系列的講座 譬如有《樂讀村上春樹》、《樂讀沙士比亞》 當然不少這個《樂讀普希金》 而且他的講座也不僅僅是一個講座 他還會有現場音樂示範 邀請他一些台灣朋友來做示範 這本書也不是一本書那麼簡單 它也有CD,裡面的曲目當然是書中介紹的曲目 而且書中也有他們幾個人的簽名 第一章 《普希金與詩歌》 欣賞十九世紀俄國音樂就是欣賞普希金 當然我誇張了 並不是俄羅斯續曲的只能以普希金入樂 好像柴可夫斯基名作之中 亦有彈丁、拜倫、沙士比亞、拉克曼尼諾夫的作品中 亦可以看到哥德、愛波倫與萊蒙托夫 但這個誇張亦不過份 坦若欣賞他們兩個人的所有作品 不但會發現以普希金創作的題材的樂曲 普希金還與他們最重要、最關鍵、最流行的作品相關 文學的普希金亦是音樂的普希金 不知他們 穆索斯基和李慕斯基、阿薩科夫都是這樣的作曲家 亦為俄國音樂之父和普希金處於同一時代的葛林卡 他的歌劇與歌曲當然亦可以看到他的身影 來到二十世紀 雖然史特·拉文斯基、普羅·戈菲夫及蕭士塔·高維契 這三大巨像都不像他們前輩般頻繁地使用他的作品 或是因為多數普希金經典都被寫過 但都能見到相關的作品 回過頭來說 欣賞普希金亦是欣賞俄國音樂 畢竟他大部份的傑作都有俄國作曲家譜成相關作品 而且多為曠世經典 一旦熟悉普希金 等於看歌劇不需要多查劇情 聽歌曲不需要死釘著的歌詞 豈不是事半功倍? 更何況若能對照欣賞 聽音樂家如何在普希金的文字詞請想像 自然感觸更多 體會更深 俄國著名作曲家中自然也有作品 與普希金無關的例外 比如說是史克利亞斌 但這是因為他幾乎只為鋼琴創作 整體來說 普希金始終穩居俄國速卡加靈感的第一名 我們不只能欣賞文學的普希金 亦能欣賞音樂的普希金 誰是普希金? 在欣賞作品前 都是讓我們先來認識這個一文學家 他身於1799年5月26日 父系為俄國的古老貴族 母系亦是貴族 而且還有非洲血統 他在法文的環境中成長 八歲即以法文寫小型戲劇和詩歌 十二歲進入當時剛創建的 彼得堡沙皇村貴族中學 他視此為更似家的所在 度過快樂豐富的少年時期 再效時他已經開始寫詩 1814年即有作品看於歐洲渡部 畢業前已加入當時著名的 亞澤馬斯文學社團 1815年普希金在初級結業考試中 於眾師名家德澤民面前 朗讀自己的作品 讓後者熱淚迎康 1817年完成學業後 他因貴族身份成為外交部的盟官 但未任職在彼得堡交遊、氣惡、探索情愛 師作充滿自由主義色彩 1820年他開始學英文 認識拜倫的創作 此後二、三年的題材和結構都受其影響 亦在21年他完成三千項最詩詩 《魯斯蘭與劉德·麥拉》 讓大詩人余科夫斯基 正與普希金的超像話上提及勝利的學生 並自稱被擊敗的老師 但就在這篇詩發表前 由於普希金批評專制鼓吹自由的短詩捉路當局 他被命令前往高沙索後在基希尼耶夫任職 但在卡麟卡度過不少時光 1822年他發表長詩《高加索的囚徒》 贏得更大的聲譽 之後又構思《強盜兄弟》等作品 1823年完成巴赫奇薩拉爾噴泉 並開始長篇的屍體小說《尤金·奧列金》的創作 同年他被調往海港城奧德塞薩 生活更自由放蕩、熱衝情愛的遊戲 1824年他完成詳試急迫塞人 但由因信中有無神論的思想 在8月被政府開除 遠禁於其母親位於普科夫斯的 米克伊諾夫斯爺莊園 他在此見到曾於1819年認識的海恩 兩人的愛情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普希金為他寫下 說他是俄文中最著名的情詩 智海恩 1825年是普希金人生一大關鍵 他完成詩體故事《老林伯爵》 以及歷史劇《爆利斯·葛多諾夫》 但最重要的是他因為待在米克伊諾夫斯科耶 所以無法參與彼得堡12月黨人起義 他諸多沙皇村學校的同學和朋友 皆因加入叛亂而遭到流放或處決 普希金的自由思想和他們互通聲氣 如果在城裡極有可能參與 不過新沙皇尼古拉一世 因色彩而想出解套的方法 他赦免普希金 1826年的9月 將其召至莫斯科並做他的特別保護人與贊助者 一方面得以監視普希金 令他的出版必須得到當局的審查通過 另一方面也得以普希金 至少在情感上能以輕舉妄動 1829年他向美女江茶樂娃求婚 未獲同意 之後突然前往高加索 參與對土耳其戰爭 受到嚴厲的斥責 之後他數次嘗試出國 皆不得到尼古拉找他 1830年他再度與江茶樂娃求婚 終獲同意 婚前因躲避疫情 他在鮑爾金諾鄉村專心創作 完成《尤金奧列金》 《別爾金小說集》 四部小型悲劇 華澤特與薩里耶利 論式騎士、石像客、 《瘟疫中的宴會》 與近30首的抒情詩等作品 是他人生產量最豐盛的時光 1831年熱月 普希金成分 但似乎是一連串災難的預兆 江茶樂娃以美艷經驗上流社會 總是受邀請參加舞會 他致性不高 與普希金並不契合 19世紀20年代是俄國文壇 詩歌的黃金時代 此一形式完全為貴族文人所宰濟 但文學出版是由學者、職業文人與商人等非貴族掌握 兩者對立相當明顯 除了教育普及 去到30年代平民化的非穩敏小說越來越受歡迎 佩金亦不得不作出回應 他在婚後多寫小說 但也只有杜伯羅夫斯基、上衛的女兒與黑桃皇后三部 他持續發表詩歌包括名作、青銅騎士、彼得布的故事 以及童話詩、漁夫與金魚的故事、薩爾坦和的故事、金雞的故事等等 但多以借來的形式或題材當成隱藏自覺的面具 尼古拉一世在1834年任命普希金為宮廷侍衛 由於這個職位通常都是年輕人擔任 那時已35歲的詩人感到受辱 但亦莫可奈何 更莫可奈何的是他的處境亦越來艱難 新一代知識分子眼中 普希金成為貴族文學代表 他們尊敬他昔日的創作 但不認可他的傳統 還在1828年他的歷史序事詩《寶爾塔沃》出版時 讀者的反應頗為難淡 沙皇為了令他封後便於持家 特別准許鮑利斯·郭多洛夫在1831年1月出版 但普遍反應不佳 普希金人生最後幾年 在社交和藝術領域都持續受到孤立 1836年他的文學貴行《現代人》 終於獲准出版 但仍未取得成功 經濟狀況日漸地被迫到困境 說上加傷的是 江茶諾又與法國駐俄軍官丹特斯名通婦曲 普希金提出決鬥要求 但在眾人勸阻下收回挑戰書 1837年1月10日 丹特斯取了江茶諾娃的姐姐以平息緋聞 但仍未停止追求普希金的妻子 普希金再次提出決鬥 1月27日 二人交授於彼得堡附近的黑溪 普希金福暴受創 兩天後世世 享年37歲 歸在米哈伊諾夫斯科耶莊園 我説的是朝聯普所寫的《惡讀普希金》 歸在米哈伊諾夫斯科耶 哈